乐高26年的开年王炸居然是这套71厘米高的NASA火箭 不但可以通过手摇驱柄控制火箭上升 在过程中甚至还可以抛出两侧的固体助推器 紧接着甚至还可以分离出逃一塔 非常精妙的小设计呢 也可以让火箭悬停在其中任何一个高度上 甚至在上升的过程中还可以发出哒哒哒的机械联动音效 那么你知道它的工作原理吗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评测这款超高性价比的乐高新品 42221阿尔特密斯发射系统 显卡包装 彩盒采用了竖板设计 仰视的视角让成品看起来非常庞大 右下角呢还可以看到NASA阿尔特密斯的logo 彩盒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 除了展示火箭多段式脱离的功能玩法以外 还对微型人载以及内部的联动结构进行了展示 632片零件一共分成了7个大步骤分包 每个大步骤居然只有90片零件 所以拼搭找件呢会非常的舒适 那贴纸是有像这样的一小张 虽然设计很精彩 但手册中并没有做开篇彩图 只是在末尾放了两张圆形图片 看起来这个模型相对于实物圆形的一致性呢 还是非常高的 那总部署一共是有219部 部均只有2.9片零件 确实是非常细致的分布设计 火箭可以悬停的秘密就藏在这个底座里面 那可以看到手动动力进来以后 经过一系列的齿轮组 最终到达中间这里的一根垂直向上的十字轴 稍后会驱动窝杆旋转 并且通过不同的旋转方向来控制火箭的上升 或者下降 非常有意思的是 设计师在这里设计了一枚可以上下活动的16尺离合齿轮 当火箭处于上升方向的时候 这枚离合齿轮会向上运动 脱离合整个联动系统的涅合 简单说就是当火箭上升的时候 我们可以不用管这枚齿轮 而值得注意的是 这枚齿轮是采用摩擦销固定的 所以当它和整个联动系统涅合的时候 也就是静止或者下降的时候 这枚摩擦销呢 也就可以为整个联动系统提供阻尼了 因此也就实现了火箭的悬停 而这个阻尼只在火箭静止或者下降的时候起作用 也就可以让我们在旋转驱柄操作火箭上升的时候 不至于太费力啦 再看两侧助推器的分离 在发射架中部这里 可以看到设计师使用80286 搭建了一个向外逐渐打开的开放式导轨 而火箭的两侧则是各有一个四连杆机构 并且采用光滑销和火箭主体连接 所以当火箭上升到开放导轨位置的时候 在重力的作用下 两侧的助推器也就可以向外打开了 非常精彩的设计 最后是陶翼塔脱离 首先设计师在这里做了一个类似于升旗的滑轮结构 绳索的一端固定在陶翼塔上 另一端固定在发射架上 那么当火箭上升超过一定的高度 也就开始拉扯绳索 而根据这个滑轮结构 陶翼塔的运动速度是火箭运动速度的两倍 因此也就实现一边火箭继续上升 一边陶翼塔脱离的联动效果了 那这款套装的拼搭 一共用了大概三四个小时 因为平均每个搭步骤只有不到100片零件 所以整个拼搭过程呢 确实是非常的舒适 并且因为零件数并不多 而对应精彩联动结构的密度呢 却是非常的高 所以整个拼搭过程可以说也是充满了精细 在成品方面 虽然在仰视视角下 这个模型看起来非常的庞大 不过实际上它的高度却只有47厘米 当然完全打开以后的高度 是可以达到71厘米的 也是一个和它的价位完全不匹配的高度 所以大家呢 也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它的性价比哦 最后说一下新零件 那伴随这款套装一起发布的 有一枚编号为7660的 带有涡轮孔的科技连接件 目前来看 应该基本只会搭配73763六单位涡杆使用 那这枚涡杆和我们常见的其他几款涡杆不太一样 这是一枚四头涡杆 也就是具有四个螺旋槽 同时具有非常大的螺旋升角 并且还可以通过两单位十字轴无线连接 从而搭建一个非常长的涡杆结构 在超跑02号车的拼搭手册里面 其中乐高涡杆的应用这部分内容里 也是专门对乐高涡杆的相关知识进行了一些介绍 包括乐高涡杆零件的基本信息 应用特点 常见的搭建方法 传动笔的计算 还有常见涡轮涡杆组合的轴间距的快速查阅表 等各方面的内容 好了 那么本期评测也就到这里了 这段时间呢 还会有一大堆乐高新品评测 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关注一下哦 网 Mustafa